有警示,有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欢迎回来 在这段2019年11月21日的公共区域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天中午1点左右,赖宗文先后三次使用谢长庚的手机 对谢长庚做过非常细致的人脸识别操作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还在缓刑期内的赖宗文真的会是犯罪嫌疑人吗? 赖宗文被带到了猪坛派出所 民警发现他的手机明显被动过手脚 里面同样没有支付宝APP,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线索 于是民警随即对他的手机进行了数据修复 通过做数据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我们调取了他的支付宝内有一个银行卡的明细 一对一的经过核实 然后确定这个钱确实流向了他的支付宝 经过与谢长庚支付宝转账记录的比对 民警确认那个被永久冻结的账户正是赖宗文的支付宝账户 在证据面前赖宗文最终承认确实是自己利用谢长庚不懂手机 没用过支付宝将对方的钱偷偷转到了自己的账上 自作聪明 他第一就是将受害人这个支付宝给永久删除 又将自己的支付宝给永久冻结 他自己会觉得认为他通过这样的手段 然后可以将这些证据全部一一销毁 在我们公安情况就可能查不到 他当时是怎么想这样 胆子太大了 他平时呢他是个很冲动的人 但是 作为赖宗文的前妻 柳兰怎么都想不到 刚刚经历了那么沉重的教训 他竟然又会再次做出这样违法犯罪的事情 他竟然会再次做出这样违法犯罪的事情